今天介紹那個另外一種布邊的處理方法 如果你不想要用烤克雞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法式包縫的方法 那法式包縫的話你縫份可以留多一點 我現在這個是留兩公分 好 那一般我們在車縫的時候是 我現在這個上面寫一個反就是代表這是反面 那正面我沒有寫 通常我們一般在車的時候 我們都是正面對正面然後車反面的地方 那法式包縫一開始我們先反面對反面 布邊對好之後 先不要車在你的完成線上 在你的完成線外先車一道 那車完之後你可以把這個縫份的地方 這樣修窄一點 這個縫份等一下會被包在裡面會看不到 然後呢 去燙台 把這一條線燙開 把剛才那一條縫份燙開之後 然後再把它對折起來 對折好然後再把它燙平 燙平之後現在 是正面對正面了 這個時候你在車完成線 好 那你看你現在正面 車好 然後你的反面 縫份都被包在裡面 那你的布邊就不會虛掉 那這個是法式包縫的方法